HELLO 我現在正在去Armsterdam Schiphol Airport 即是在貨車上 今天就是離開荷蘭的一天 過去的4-5天都過得非常開心 見到我想見的人 然後珠珠真的是很驚訝 她突然過來驚訝我來找我 見了半天 現在就會出發去Paris 我相信會是一次很開心的旅程 好,下大雨 不知道大家看不見 非常激烈的旅程 我現在到了閘後 那 班機有點延遲 因為飛來的那個班機有點延遲 所以我的班機也有點延遲 但是也不會太久 所以現在就 也有差不多一小時的時間去等 所以就 對,做一下工作 那 讓大家看看外面的天氣 已經好一點,清乾一點了 剛剛是超級大雨 那 終於上了飛機了 那最後就延遲了大概45分鐘左右 那也不算是很久的 那 那 我看到倫敦那個時間 都不是差很遠 都是 遲半個小時左右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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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旁邊兩個位置都是沒有人的 yay 那 就可以坐得舒服一點 嗯 嗯 對 那就 真是真是 拜拜荷蘭啦 不過 荷蘭這個地方 我也 會經常整回來的 因為始終都是 一個 我很熟悉的地方 還有我另一個家 我經常都說 所以就 Doei 好 終於檢查了Hotel 大概用了一個小時就由Auli Airport來到這裡 就是一間非常普通的Ibis酒店 自己Solo旅行的話就不需要花太多錢去購買一間粉絲的酒店 但Ibis是一間很乾淨的Hotel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個很簡單的房間 一走來就有第一扇門 這就是洗手間 這邊就有洗手間 然後就是一個站的缸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洗手盆的位置 這個應該是風筒 如果我沒有坐的話 然後就是一個房間的位置 就是一張雙人廠 也很大 然後那裡有一張書桌 我走過去給大家看 還有一張桌子可以做一下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階段的位置 有更多的枕頭 然後床的尾部 這裡就有一個電視 總之就是一間很舒服 簡單的一間酒店 就是一間酒店 大概是一間酒店 只是一間酒店 就是一間酒店 就是一間酒店 始終很久很久不見了 而且我們不是男女朋友關係之後的第一次見面 所以有點緊張 大家聚集一下 非常開心 找到一間很好吃的餐廳 其實我是一個非常親密的一個人 雖然大家現在不是那種親密的關係 但是男女朋友之間中間是會有朋友的 不是說你們分手後就完全不理會大家 更何況我們分開的原因其實是很和平的 而且大家都決定了做好朋友 所以 過來見他我也覺得是值得的 而且見到他我也非常開心 明天我們也會留意 明天我們也會留意 但可能有一部分的時間 我會自己去逛逛 我第一天的法國行程就是來到這裡 其實是沒有行程 因為我自己也不是早到 首先在荷蘭的時候 然後班機就延遲了一小時左右 然後 其實去到 酒店的時候 已經是七點多 然後 真的跟Tibo吃了飯之後 大家聊聊天之後 我就已經回到酒店 都有點晚了 所以今天就沒有什麼行程 現在呢 我就 應該會看一陣子YouTube 我發現我有很多影片 即是我訂閱了的東西 我還沒看 還有 會 總之就是放鬆一下 明天就 再出去玩 明天見 拜拜 The next day Hi Good morning 應該是Good afternoon 因為我今天竟然睡到11點 呃 瘋了 因為平時一定不會睡到這麼晚 有鬧鐘當然一定不會 就算沒有鬧鐘 我都會早起床 不過我想現在真的 過來放假 放假模式 可能身體都覺得 休息一下 所以我睡到11點 那現在呢 我就 會出去逛逛 就 我自己通常去旅行 我都 很少可會坐車 因為我自己 本身喜歡走路 第一 第二 我覺得尤其是去旅行的話 或者走路才可以看到 那地方的 人 事物 等等 所以我要 現在會 摸沐地去去逛逛 現在在我面前這一棟東西就是Notre Dame 我早上有一段路才到的 拍給大家看看 上年我也有來過這裡 但我在另一邊的方向走過去 上年還沒弄好 這一次在另一邊走過去 就會看到後面這個位置 都還在維修中 如果不知道的話 Notre Dame曾經大火過 也算危機嚴重 維修的時間都需要長一點 我現在就會向著這個方向 慢慢走過去 今天超好天 其實這個週末在Paris 都會有太陽 非常好 本身在林離開英國之前 查看就會看到全部都是下雨 多謝太陽白白肯出來 所以這個週末我在Paris 都會好天 非常之好 現在就近鏡來到Notre Dame 就是 旁邊圍了一些東西 所以就不要看到 頂這裡就看到了 這裡就給大家看正面 正面看上去的Notre Dame 其實沒有什麼 還有一個很漂亮的建築 真的很可惜 那場大火 希望他們可以快點正好 大家就可以去參觀了 這個地方 我14年的時候和家人來過 我們在這裡拍過一張合照 我看看能不能找到這張照片 然後我就放在這個位置 這樣 很想跟家人去旅行的日子 當然 跟家人去旅行 有時候會有些爭執 但現在自己去旅行 希望下次也可以跟家人一起去 我現在身後就是三角形這座 就是羅佛宮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那我就不會進去的 因為我很多年前都進去 那 所以今次都不會故意去 浪費錢去進去 那到此一遊就算了 那其實Parrots我覺得是很漂亮很漂亮的 那今次還是自己一個人來 那就更加可以看多一點 這個很可愛 蝸蝸 我現在放在這張照片裡 我看那個照片裡 也就好 突然這張照片 那次是最好的 大部份 我不想買我 不股 vern京 你 teilweise說我 所以 有些人 我吃了一碗 我吃了一碗 哇 哇 這是一個類似的性質 使用之前 它是非常不好的 它是在咖啡上的蟹 它是在咖啡上的蟹 你好 我現在回到酒店了 剛才12點左右出去了 到差不多了 Teebo就帶了我去一間法國餐廳吃午餐 非常非常好吃 然後我們就不斷走到外面去玩 走了很多路 到現在6點多 7點 大家都有點累了 所以就決定我回來酒店 他就回到朋友家 這個週末他也會住在巴黎的一個朋友家裡 可以方便我們去見面 因為他自己家裡就不在巴黎的 Anyway 現在就有個小子想跟大家聊聊 其實都是關於這些關係的事情 其實就是有很多朋友問我 為什麼你要去巴黎 為什麼你要去法國 為什麼你要見你的前男人 為什麼要這樣對自己 我自己就覺得沒有分手之後 大家一定要交互 當然是根據你們分手的原因 我們大家都覺得 大家都是對大家一個很重要的人 我現在的情感 純粹說起這些東西一定會有點激動 基本上來說我覺得男女朋友 都會說有朋友這個字 其實一段關係裡面應該要有朋友的 如果是一段沒有朋友的男女朋友的關係 其實是非常不健康 而且是很危險的 我覺得是很危險的 那我跟Tippo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就是非常開心 當然 而且我跟他也有跟他也有相關的朋友 甚至於我覺得我們根本就是大家的好朋友 所以就算現在大家分開了 但是仍然大家對大家來說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 所以說起這些東西都是有一點感情感的 但是絕對不是一些 很想和他也一起 就是已經 為什麼我不是 當初分手 一開始分手這麼新鮮 就是那種很不開心的感情感來的 那我就很開心 可以跟Tippo 就可以把大家對大家的感情 可以用好朋友這個關係去發展 那 就是 可能對 不是每個人來說 是很容易去做到這件事 那 我會覺得是 每一個人的 當然是 可能性格 或者是 可能他 怎麼看這件事 或者是 他怎麼看一段 關係 或者是 怎麼看分手 這件事 那 非常之幸運 我跟他 是可以做到 這樣 那 我在這個Tippo 見到Tippo 我是真心 很開心的 那 他對我來說是真的一個 很重要的人 那 我不知道怎麼可以實際的跟你說 啊 為什麼他這麼重要 但是 總之就是 他在 我Chili身上 令到我開心的東西有很多 令到我 成長的東西有很多 嗯 就是 你看到我現在 這樣 那個人好像很感情 那 都是因為這個人對你來說 重要的 你才會有這種心情 就是我現在這種的 就是我現在這種的 就是我想哭啊 就是現在哭中的 的一種的狀態呢 不是因為不開心 反而 我真的想說的是 很開心可以見回他 而大家是可以 不會尷尬地可以去 Hang out 可以去相處 這樣 Yeah Anyway 就是 等於 其實 我剛剛 上個星期 就是 過去那幾天 我都 就是 來Paris 之前 我都去了 荷蘭一轉 其實都 很感情 就是 可能 在影片裡 我可能沒有拍過 那譬如 我也說過 譬如 飛機 嗯 下地 那一刻 就是 Landing 在Amsterdam的時候 其實我是 非常感情 那 是因為 就是 那種 回到一個 自己很熟悉的地方 看回很熟悉的人 看回對你來說很寂寥的人 而 過去這一年 接近兩年的時間 你不能自由地去見這些人的時候 當這 一切 真的發生 你見到這個人 你實實在在 在你面前出現 其實真的可以很激動 對了 所以 我不知道大家明明我說什麼 我相信 如果 有一天 我可以 真的 回到香港 我沒有看到我家人 看到我的朋友 的話 我的反應都會一樣 我一說起 我也覺得 好 冷靜一點 麻煩 是否三十歲 就會這麼感性 我以前不是這樣 我以前 年輕一點的時候 我不會這樣 那個人 那麼感性 現在是 不知 可能是 個人經歷多了 或者是什麼原因 也好 所以 這次 現在比較豐富 對了 好 好 終於上了字幕 其實這段影片 我真的有點懶 只是想中文字幕 因為 有點長 還有 我覺得 始終開箱片 這些開箱片 都是比較多 香港人看多些 對不起 我的外國朋友 無論如何 你們看到 這段影片 都是看我 有什麼 你都會這樣看 影片 都會明白 無論如何 終於 這段影片 正在輸入 我會 一會兒 都會 預先輸 明天出 現在 我會去 洗澡 之後 我會休息 所以 今天的Vlog 來到這裡 明天 我會 在 Parents 的 每一天 都會出去 逛逛 整個旅程 就是去逛逛 去放鬆 去 放空 多謝大家 看到 最後 明天 都會繼續Vlog 下一段影片 再見 Good night 是 歡迎 到 快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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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